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电流磁效应 我们在讲电流磁效应之前 我们先复习我们前面所学过的 在第四章的地方 我们曾经介绍了电场 电场是指一个带电的指点 它四周所受到的静电力 这个会形成电场 所以如果我有一个点电荷 假设这里一个点电荷 这里是正电 那这个点电荷 它所受的电场 整个电场方向 我们用电力线来表示 它是辐射向外的方向 这个是正电荷本身 它四周的电场分布 这是一个辐射方向 那如果是一个负电荷的电场 则是一个辐射向内的方向 所以我们可以在电荷的四周 我们可以找到所受静电力的范围 这个静电力的范围 这个就是电场 所以我们说静子的电荷 它四周有电场存在 而如果一块静子的磁铁 一个磁铁 我们知道在第四章 我们介绍了磁铁 磁铁的磁性 我们知道一个磁铁有两极 N极跟S极 这两极它没有办法完全分开来 所以N极S极 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可以有单磁极的现象 所以N极S极它一定要成对存在 而磁场的方向我们用磁力线来表示 磁力线的方向是从N极出来 从S极进去 所以磁力线从N极出来 经过空间 从S极进去 这个是磁力线的方向 所以再来 从N极出来 经过空间 从S极进去 所以N极的磁力线是出来的 经过空间以后从S极是进去的 而在磁铁的内部 它是从S极再回到N极 磁力线就形成了封闭的平滑曲线 正是静子的磁铁 它四周有磁场 我们用磁力线来表示磁场的分布 这是第一句 再来 如果等数运动的电荷 假设我今天这个正电荷 如果它往上跑 这时候正电荷的流动就产生了电流 一个单一电荷的流动 或者是说一条导线里面电荷的流动 就产生了电流 可是我们发现 如果是一条导线 这一条导线 假设这个电流是向上流 我们规定 正电荷的流动是电流 可是实际上 真正在导线里面流动的是负电荷 所以我们所谓的电流 其实是一种假想的状况 实际上是电子在流动 只是因为最早在定义电流的时候是以正电荷为准 因此一直引用到现在 我们是以正电荷的方向作为电流的方向 所以今天如果一根导线电流如果向上流 那导线四周我们就可以有磁场 就会有磁场存在 这个我们就称为电流磁效应 所以电荷的四周 静止的电荷有电场 可是运动的电荷产生了电流 电流的四周就有了磁场 所以原本在最早的时候 电场跟磁场两个是独立的 可是我们发现 当运动的电荷形成电流之后 电场跟磁场 它们两个就产生了关联性 这个就所谓的电流磁效应 甚至如果按照马克思威的电磁波理论 马克思威的电磁理论 他发现如果一个带电磁铁 如果等速度运动会有电流 可是如果带电磁点 如果加速 只要有了加速度 它就可以产生电磁波 所以我们所谓的电磁波 是指带电磁点 当它在做加速度运动的时候 会以电磁波的形式 辐射出能量出来 这个就是所谓的电磁波 所以电和磁 其实它们彼此之间 是逆不可分的关系 这个是电与磁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有关于电磁效应发现的过程 现1820年的时候 一位丹麦的物理学家 叫做厄斯特 厄斯特他当时是一位大学教授 他很喜欢到乡镇去 去做一些实验展示 去教导学生 他当时他正在做有关电磁的实验 结果在无意中他发现了 一根通有电流的导线 使得附近的一个磁声 可以产生偏转的现象 这个导线使磁声产生了偏转 我们知道磁声会偏转 是因为受到磁场的影响 结果现在通了电流 让磁声产生了偏转 表示这个电流附近产生了磁场 如果我们把这个电流把它反方向 结果发现磁声偏转的方向也跟着相反了 从这样的现象就表示 磁声偏转是受磁场的影响 而产生的磁场是跟这个导线的电流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这个表示一根通有电流的导线 它附近会有磁场存在 由于有了这个磁场 从影响到磁声的偏转 所以这个就是电流磁相应最早发现的过程 而当时尔斯特他注意到了这个现象 于是把它发表出来 结果引起很多科学家的注意 其中进行深入而详细研究的最主要是安培 安培对电流跟磁场的关系 他做了非常透彻的研究 结果他找到了电流跟磁场 它们之间有关于方向的关系 还有磁场跟电流大小之间的关系 所以安培注意到 如果电流方向改变 磁场的方向也会跟着改变 电流如果越大 我电流I 如果大了 磁针偏转的角度会跟着大了 所以磁针 磁针偏转角度会增大 相反的 如果电流小了 磁针偏转的角度就跟着小了 磁针偏转的角度是受磁场的影响 所以磁针偏转角度大就表示磁场大了 所以反过来磁场就变小了 也就是这个电流可以影响磁场的大小 如果磁针跟导线的距离如果越远 如果磁针跟导线的距离我叫做R R如果大了 则磁针偏转的角度它会变小 也就是磁场减弱了 反过来 如果磁针跟导线的距离如果距离变近了 则磁针角度会增大 拼针角度大了就表示它的磁场增强了 这个是安培他发现电流的大小会影响磁场的大小 电流跟磁针之间的距离会影响磁场的强度 所以他用了一个数学形式 B磁场大小会跟电流成正比 跟距离称反比 于是把这个就称为安培定律 我们发现如果按照过去的概念 磁铁是属于磁性物质 磁性物质被磁化可以产生具有磁性的磁场 而这个磁场可以影响磁针 但是非磁性物质则不能让磁针产生偏转 可是如果我今天把任何一种金属 虽然像其他金属是属于非磁性物质 可是如果我今天把其他的金属我制成导线 或者把它做成线圈 让这个导线或者让这个线圈 让它有电流通过 结果虽然这个导线本身不是磁性物质 可是这个导线只要通了电流之后 那这导线的附近还是有磁场产生 所以产生磁场与否 和导线是不是磁性物质 没有绝对的关系 而且像这导线因为通电流之后 所产生的磁场和磁铁的性质 所表现出来的 其实也是完全相同 很site 任何签讯